Aporsche S60 手錶 今天要跟各位介紹的是 如何在Aporsche S60 手錶上面使用 9加9 的功能 以及積分卡的編輯方式 我們今天來到台北高爾夫修場 點選球局 等待紅色的線跑完變成綠色 即定位完成 選擇球動的時候 因為我們今天來到的是台北高爾夫修場 所以它有分成ABCD 4個區域 我們可以先選擇西區的佐國嶺 然後選擇你的開球區 這樣就可以開始打了 跟Aporsche S40不同 Aporsche S60必須先打完前9洞 之後才可以後續編輯後9洞 那我們看看實際上是如何操作的吧 打完這區的9洞後 並確認編輯完成9洞的分數資訊 點選右上方的這個按鍵 按下結束 此時請特別注意 不要按儲存 先往下滑 即可以看到繼續後9洞的選項 點選繼續後9洞 選擇接下來要打的球場 如 低區的佐國嶺 然後選擇你的開球區 即可繼續球局 之後手錶會顯示第10洞的資訊 也就是低洞的第1洞 這邊需特別注意 選擇繼續後9洞後 有無法再看到前9洞的資訊 這樣就完成新增後9洞的設定了 Approach S60的919功能 由於是亞洲這邊限定的 這邊一定要特別注意就是 你必須完成第9洞的編輯 那你在按下結束這個按鈕之後 你才往下滑 才會看到繼續後9洞的一個畫面 會顯示在我們手錶上面 打擊的途中 如果要查看或編輯其他球洞的資訊的話 要怎麼做呢 拖曳畫面上方紅色霸道想查看的球洞進行確認 或者回到上層 點選計分卡 鉛筆圖樣 進行分數的編輯 一樣可以拖曳紅色霸 來切換編輯球洞 有一點要特別注意的是 S60跟S40的9加9功能 在流程上有些許不同 S60的9加9功能 只能在正在進行的9個球洞之間切換 無法回到已結束的前9洞去做編輯或查看 S40則無遲流程限制 可以自由編輯 並切換不同球洞資訊 以上就是了PORCHE S60 9加9動 跟分數編輯的教學 我們下個月的主題 PORCHE S60 4加9 PORCHE S60 5加9 PORCHE S60 5加9 PORCHE S60 5加10